各位学生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住的会计是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讲 我们讲第二节成租人会计处理 首先看第一个标题 基本处理原则 我们一定是在租赁期开始 也就是可供成租人使用那一天 我们成租人就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 我们现在强调的一个新的科目叫使用权资产 我经常把它说成是一种什么权利 您花了租金给了我 您获得一种权利 这个权利用到的一个会计科目就叫使用权资产 而如果您的钱不是一次性给我 您尚未支付的钱就形成我们所说的租赁什么负债 那么将来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成租人我们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 也就说通常来说只要你构成我们所说的租赁 您就应该一方面确认您的权利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使用权资产 而您还没给的租金 没给的钱 那不是您的什么义务吗 您的义务就正常的给我确认租赁什么负债 那么使用权资产也好 租赁负债也好 最大的特点是考虑什么货币的时间价值 因为这种要确认使用权资产 确认租赁贷债的通常不会租一年 他可能租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年份 所以我们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但是有一些很简易的租赁 比如说我们这所说的短期租赁 我根本没有超过12个月 或者说低价值资产租赁 因为价值太低了 这种租赁我可能采用简易的处理办法 简易处理办法是什么 不考虑 我说的很清楚 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那可能有人就问了 这个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跟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有啥区别 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将来我们就是要算限值 是要折限的 而下边的简易处理办法 是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 我今年在这跟你说清楚 省得你将来有人问 标题二相关概念 我把第二节所有的概念 都拎在这跟你讲一下 先说第一个租赁激励 这个租赁激励是谁给的 一定是出租人给的 给谁的 一定是给成租人提供的什么 优惠 比如说这种租赁激励 只要让成租人占到便宜就可以 我举个例子 我明明就从一月一日把这房子租给你了 但是前三个月我不收你租金 这不就是一种成租人占到便宜的表现吗 这就叫租赁激励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 明明你成租人租了这个房 你用水了用电了 你自己应该交水费交电费 但是对不起 我想给你好处呀 我有钱呀 我拍着凶图跟你说 你每个月的水费电费 我替你交 这也叫租赁激励 租赁激励可能是给钱 可能是替人承担相应的成本 反正只要能让成租人占到便宜的这种好处 我们统称为租赁激励 我说清楚了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可变租赁付款额 慢点 付款额一定指的是什么 成租人 一定指的是成租人 在这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就是成租人给出租人的钱 我们通常叫租赁付款额 只不过有些租赁付款额 它是可以变化的 我们把它统称为可变租赁什么付款额 有人说你能给我举个例子 当然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假 把自己的设备租给你 那么双方约定什么呢 我不要你每年固定的租金 我明确的就说 你以如果用我租给你的设备生产了 你产生的收入 你每年把收入当中的20%作为租金 给我假就行了 那大家想一下 以公司每年用这个设备生产产品赚取的收入固定吗 不固定 然后即使你的比例固定 是不是等于这个租赁付款额也不固定 对 这就叫可变租赁付款额 这个可变租赁付款额呀 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 我们通常把这种可变租赁付款额分成大体的什么 两类 一类叫什么 一类叫取决于指数或者是比率的 什么叫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 这个租赁付款额确实是变化 但我为什么变 比如说因为是物价指数变了 所以我的租赁付款额才变 比如说因为是市场的租金费率变了 所以我的租赁付款额才变 再比如说是因为消费价格指数变了 所以我的租赁付款额才变 你没发现吗 这种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它变化的依据变化的基数都是非常高达上的 什么物价指数 消费价格指数 市场租金费率等等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的 我刚才举的就是其他的 其他的比如说根据你收入来确定 你的租赁付款额 它也叫可变租赁付款额 只要租赁付款额不固定 都叫可变的 但是我们一定为什么要区分这两类 你要搞清楚 将来取决于指数和比率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是要纳入租赁付债的 所谓的纳入租赁付债 是不是就是在我做分路的时候 我就要把它确认为负债 而有人可能就问了 说这个其他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那我怎么助理 记住了 我强调的时事发生时 记住嘴意 比如说 我不是以你的收入为基数 乘以20% 来计算我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吗 没问题 那么将来你的一年的收入 我等到一年结束的时候 你收入的数值敲定了 那个点 我乘以20%来直接记住当期随意 这俩的处理方法可完全不一样 取决于高大上的指数和比例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是直接反映在租赁付债里边 咋反映 就是租赁付债里边要加上这块可变租赁付款额 而除了取决于指数和比例的其他可变租赁付款额 发生时记当期随意 先说到这后边还有详细的解释 那么第三个担保余值 那我能问你一句话吗 这个资产是谁的 出租人的呀 这个担保余值 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就是一定是为出租人担保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保呢 很简单 比如说 我是出租人 我把我们家的车租给您了 可是我怕呀 怕什么 我怕你糟蹋了我的车 你随便给我开 白天晚上你开借给别人 开24小时轮轴转 我那车即使说租给你三年 到三年之后 我这车可能已经剩一堆废通烂铁了 我就是怕这样的局面出现 我就是怕你糟蹋我的车 我就告诉你 您必须给我拍着胸口保证 三年之后租赁期结束之后 你要保证这个车能价值几万 那么假如说你告诉我 三年之后我百分之百保证这个车 价值三万 不够三万 我作为成都人 我赔你 那好 这三万就叫担保余值 就是有人替我作保的这一块 就叫担保余值 当然了 是别人为出租人担保 所以这个担保人 一定是跟出租人无关的一方 向出租人提供担保 保证在租赁结束时 租赁资产的价值 至少为某指定的金额 我不是说了吗 我保证三年租赁期结束 你这车价值三万 不够三万 差一分 我赔你一分 差一万 我赔你一万 这个三万就叫担保余值 是别人为出租人担保的 这个别人到底有谁 有很多人 我后边来说 那么第四个 为担保余值 这个未担保余值是指租赁资产的余值中 你看又一个概念 出租人无法保证能够实现 或者仅由与出租人有关的一方 比如说出租人的母公司 欲担保的余值 出租人有关一方 等于自己给自己担保 自己给自己担保 等于没担保 为啥呀 我把我的车租给您了 车在您那 我自己给自己担保 你觉得跟你糟蹋不糟蹋 我的车有关系吗 没关系 这叫未担保余值 那有人开始就乱了 这到底是啥意思 我下边跟你解释 举个例子 比如说假公司 就是把一辆车出租给乙公司使用 那么租期是什么 三年 现在应该说专业名词叫租赁期 三年 但是我假公司 我自己会先认为 三年之后 经过以使用这车三年之后 我这车大概应该能值多少钱 就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残值的概念 你总该懂吧 就是你觉得站在假公司角度 三年之后这个车大概能值多少钱 比如说假公司一想 三年之后这个车大概能值十万 这个十万就是我们所说的资产余值 也就类似于我们固定资产里边讲的净残值的概念 准吗 不准 它是一个估计的值 那好 这十万呢 是我假公司怎么着 我认为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三年之后 我这车大概值十万 但是我怕 那我怕什么呢 我怕以公司 也就是乘租人给我糟蹋这个车 万一乘租人糟蹋这个车 比如说24小时开 比如说他都给我开山路 糟蹋太太厉害了 我可能这车最后值不了十万 那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想一个什么办法 我让乘租人给我担保 他必须保证我这个车 至少至少能值几万 那么乘租人也好 其他人也好 替我担保的这个值 我们就把它叫做担保余值 比如说乘租人自己明确的跟我说 我作为乙公司 我作为乘租人 我只能拍着凶秃的跟你说 我能保证这个车价值四万 也就说三年之后 如果这个车价值到不了四万 我乙公司全额赔偿你 可能站在我假公司角度来说 不行 为啥 因为我觉得这车值十万 你只给我担保了其中的四万 不行 那我就会跟乘租人乙公司说 你再给我找个担保人 再给我担保一块行不行 成族人说行 我找我的母公司给我担保 这个母公司就叫与成族人有关的一方 他可能提供一个担保 比如说成族人的母公司说 既然我儿子租你车了 他保四万 我额外再保什么 两万 那等于站在成族人这方 如果把他们母子看成是一家人 是不是等于成族人这方 一共是保了六万呀 对 不论是成族人也好 还是与成族人有关的一方 比如说成族人的母公司提供的这个担保 一共价值六万 这六万我们统称为是就成族人而言的担保一只 可能是他自己担保的 可能是他自己的母公司担保的 我这么说你服气吧 没问题 可是有了这六万 我还是没着落呀 我觉得还不够 那我可能作为出族人 我又不想自己给自己担保 那我就想想我是不是可以花一些保费 因为现在只要有钱能吃鬼推磨 啥都能干 那可能我就会找的一个独立第三方 这个独立第三方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比如说担保公司 我给他一些担保费 我说你给我担保一部分行吗 那么将来这担保公司说行 我给你担保多少 三万 那大家想一想 成族人担保的四万 如果他要是不够 他不握 成族人有关的一方 母公司担保两万 要是不够 他也不握 他们将来是不是给我担保了六万 对不对 对 而独立第三方 比如说担保公司给我担保了三万 你要想清楚 成族人有关的担保余值 跟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担保余值都是在为谁担保 都是在为我出族人担保 等于这两部分我们统称为就出族人而言的担保余值 一共是几万 六加三等于几万 九万 所以将来要问你 就成族人而言的担保余值 其实是两部分 是成族人自己 成族人有关的第三方 或者成族人有关的一方提供担保余值 要问你对出族人而言的担保余值 除了包括成族人而言的担保余值 还包括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担保余值 一共九万 你没发现还有一万没着了吗 对 这一万没着了的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未担保余值 这个未担保余值 实际上要不然我出族人 我想的要不我自己担保 你自己给自己担保 相当于没担保 它自动构成未担保余值 所以我们真正的担保余值 和未担保余值这个图 您老人家要牢牢的给我掌握住 就成族人而言的担保余值两个 一个是成族人自己 一个是与成族人有关的一方 就出族人担保的余值有三个 成族人自己 成族人有关的一方 或者独立第三方 这三个都叫与出族人而言的担保余值 扣掉担保余值 剩下的就叫未担保余值 说清楚了吗 说清楚了 这就是担保余值和未担保余值的概念 我今天在这加了一个图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五个 重中之重 核心中的核心就是租赁付款额 来了 我们前面不是讲的一个可变租赁付款额 对 那只是一部分的概念 现在讲租赁付款额 付款一定指的是成族人 后边还会有一个租赁收款额 那是出族人的 是指成族人向出族人支付的 与在租赁期内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相关的款项 一共包括五个内容 或者五项内容 这是啥意思 就是在买一年 你成租人的现金流出是多少 我们就把它统称为租赁付款额 将来我真正的租赁付款额 我是把买一年的现金流出量加在一起的总和 就叫租赁付款额 就这么简单 只不过租赁付款额一共包括五项内容 第一项叫固定付款额 以及实质固定付款额 固定付款额 我好像还能理解 比如说我把我的车租给你 每年租金十万 这个数字是写定的 这就叫固定付款额 什么叫实质固定付款额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租赁一辆卡车 合同条款约定不超过一万公里 月租金一万 超过一万公里 不超过两万公里 月租金一万六 你有没有发现 你不论开多少公里 一万块钱 其实永远是你不可避免的 那好 在这儿 这一万块钱就属于实质固定的付款额 这是你要网出拿的钱吧 对构成租赁付款额的第一项 说清楚了吗 好 那第二项 取决于指数和比率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又来了 可变租赁付款额分为两大项 一项叫取决于指数和比率的 还有一项是其他的 如果你取决于指数和比率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比如说跟消费价格指数挂钩的 跟基准利率挂钩的 跟市场租金费率挂钩的 我们将来就把它算在租赁付债里边 而其他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呢 在发生时直接计当期什么 随意 所以他在这儿强调取决于指数和比率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 购买选择权的行使价格 啥意思 是正个意思 就是比如说 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这设备租给你五年 五年租期到了 我给你一种权利 您可以把这设备买下来 你一定买吗 不一定 你是谁啊 成族人 比如说我给你两种情况 如果到五年结束 这个设备的公允价值是八万 公允价值是八万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告诉你 你要买必须给我三十万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断定 你肯定不会买 肯定不会买 还叫不叫租赁付款额 就不叫了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我告诉你五年之后 这个设备的公允价值是八万 我会优先问你 毕竟这设备你租了五年 你买不买 你肯定问我 老师你要我多少钱 我告诉你 我要你一分钱 那好 你蒙的蒙的出来 你肯定会买 花一分钱买了个价值八万的东西 你肯定买 这就叫成租人合理确定将行使该选择权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会把这一分钱给他记住第五年年末的什么 租赁付款额里边 就这个意思 那么第四个 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需要支付的款项 前提也是你成租人将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 租期五年 我合同中明确的约定 你可以在第二年年末终止租赁 那我的条件是 你第二年年末要终止租赁 你要付我一笔钱 那大家想一下 如果这个钱我要让你支付多少一分钱 那可能尤其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终止租赁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将来我就会把这一分钱记住租赁付款额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你可以在第二年年末终止租赁 你要租赁了 终止了 剩余三年的租金 照常支付 那我可能认为 你就不会行使租赁 终止的选择权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没有这笔款项 所以你没发现吗 购买选择权的行使价格 行使租赁 终止选择权 需要支付的款项 您前面有个前提 您先判断他是不是行使 行使了才有这两项 不行是根本没有这两项那种 对吧 对 虽然他说是五项内容 可未必每次五项内容全都到齐了 那么括号五 根据成族人提供的担保余职 来了 咱往前翻译一下 成族人提供的担保余职 跟他有关的可能是成族人自己 可能是与成族人有关的一方提供的担保余职 包不包括独立第三方担保公司提供担保余职 那跟我成族人没关系 我现在要担保的只是四加二 也就是这六万 我担保 那是不是把这六万给他记住租赁付款额 不是 如果我成族人非常有把握 我就铁定能断言 租赁期结束之后 你这个资产一定价值比六万大 我根本不用花这部分钱 那要根本不用花这部分钱 那这一部分钱 我是不是就应该以零来代替 对 但是如果我没有这把握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觉得呀 这租赁期结束的时候 那我可能认为呀 我保证不了六万 但我保证五万妥妥的 那你不是要补一万的价差吗 对 此时就把这一万的价差 你预计将支付的款项 给我记住租赁付款额 并不是这六万 我全部担保的总额 这六万其实是一个最大风险仓口 是最糟糕最糟糕的情况 我这设备给你全弄坏了 我顶多赔你六万 这叫最大风险仓口 我不是以他来计算 我是根据我的情况判断 我觉得我该补多时间的价差 我就把补的这个价差 作为租赁付款额的第五项 所以租赁付款额一共包括这五项 但是实际上我们经常能看见的是第一项 后四项未必每次都齐全 这是租赁付款额的概念 只要这儿你不会 后边的内容你肯定就全部折了 租赁付款额最终直接影响你租赁负债的计量 最终直接影响你使用全资产的计量 所以这儿必须会 好 那么在这儿我提示大家一句话 您不是说租赁付款额包括五项内容吗 是每次这五项内容都包括吗 未必 比如说第三项和第五项 通常不会同时出现 为啥呀 大家想象 租赁期要五年到了 我铁定买 我铁定买那是我的东西 你出租人还用不用担心我给你糟蹋资产 糟蹋设备不用了 那我根本不用你给我提供担保 所以买了不担保 担保不买 这俩不会同时出现 所以他说是五项内容 未必每次都包括五项内容 这是第五个概念 第六个 出使直接费用 这个出使直接费用 一定是我为了达成租赁 百分之百必须花的增量成本 是不是在第七章资产简值 我们就说过 可以反着说 如果不取得租赁 百分之百不会花的这些费用 才能叫出使直接费用 比如说佣金 比如说印花税 那么在这可以反着说 就是有一些费用呀 无论是否实际取得租赁 都会发生 这种不属于出使直接费用 你比如说我去跟你谈判租赁合同 谈成谈不成 差旅费都会发生 谈成谈不成 法律费用都会发生 这一部分费用 不属于出使直接费用 这一部分费用的账务处理 原则是发生时即当期随意 就说到这能听懂就可以了 那么第七个租赁内涵利率又来了 我们前边在讲第十三章金融工具时 我曾经讲过一个实际利率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 它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实际利率就是你现金流出的量的限值 等于现金流入量的限值 没错 我说过 实际利率相当于是你的什么 财务成本管理里边所讲的内涵报酬率 而这儿的租赁内涵利率 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 它也是流出的折线 等于流入的折线 啥意思 我给你画个图 我一说你马上就明白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画一个简单的 租期是三年 是不是你买一年 作为成租人来说 你花的钱都应该叫租赁付款额 对不对 对 而租赁付款额不是包括这五项吗 比如说固定付款额 或实质上固定的付款额 还有取决于指数和比率的 可变租赁付款额 还有购买价款的 你的行使选择权的时候的价款 还有终止租赁选择权 你支付的价款 还有你担保余之下 你可能股的价差 不就这五部分吗 对 不论这五部分发生在哪一年 它都应该构成租赁付款额 对吧 假如说 我告诉你 我买一年花的钱呀 都是十万 我唯独最后一年 我除了支付十万租金 我还花了三万购买设备的这个价款 那我就是失散 这叫什么 这些是不是你成租人买一年的现金流出啊 对 这些是不是构成了你成租人的什么 租赁付款额 那我可以不可以往下问你 你成租人 你要付的钱是给谁的 当然是给我出租人的 你固定付款额 实质固定付款额 给我出租人的 取决于指数和比例的可变 租赁付款额给我出租人的 你买设备的钱给我出租人的 你行是终止租赁选择权给我出租人的 你担保应该支付的钱也是给我出租人的 所以成租人的租赁付款额 就构成了出租人的租赁收款额 是不是站在我们出租人角度 每年的十万十万十三万 实际上我应该把它叫做租赁 收款额 这对于我来说是现金流入 我这么说能听懂吗 没问题 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分 就是未担保于指 因为你担保该补的价差 已经体现在成租人的租赁付款额里边了 如果到了第三年年末 除了成租人给我保的 成租人的第三方给我保的 担保公司给我保的 我额外可能会收回了一部分残值 这部分残值谁都没给我保 是不是我应该把它叫做未担保余值 站在我出租人的角度 未担保余值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 是我的一种现金流入 没问题 那我的现金流入都已经反映好了 就这两项 那你不是说等于现金流出的限值吗 所谓的现金流出 对于我出租人来说 我要拿出去一个设备 您可以把它理解 我手里没设备 我要买完设备 出租给您 对于我来说 我的流出就是什么 我的流出就是租赁资产的什么 公允价值 对不对 对 另外我出租人 有可能为了达成租赁 我会不得不 或者说必须发生一些增量成本 像佣金呀 印花税 这是不是也是我的初始直接费用 也是我的一种什么 流出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我资产的公允价值 是不是现在就要把这钱花出去 对 我的初始直接费用 是不是现在 我为了达成租赁 是必须花的 对 这两部分钱 是流出的代表 他用折现吗 不用 因为此时此刻花的钱 肯定不用折现 所以你虽然跟我说流出的限制 但我不用折现 我就是租赁资产的供应价值 加初始直接费用 我代表流出的限制 而您的流入可不是一次性 现在都流入 你可能每年陆陆续续的才流入 我要让这俩相等 一定要在同一个点 我就会把你租赁收款额每年的 比如说10万 10万 13万 折成限制 我会把你租赁到期的是未担保余之 也折成限制 这不就是流入的限制吗 那么将来让这俩相等 我算出的一个折现率 其实就是什么 租赁内含利率 所以我最后给你总结一下 租赁内含利率一定是出租人的一种称呼 将来是出租人的租赁收款额 每一年给他折现的限制 加上未担保余值的限制之和 这两部分是你现金流入的什么限制 应该等于你现金流出的限制 但是你的现金流出都发生在现在 所以不用折现 我可以直接说 等于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与出租人的出使直接费用之和 让这俩相等的折现率或者利率 就叫租赁内含利率 它不就是一种宝本的利率吗 这不就是我们财务成本管理里边所说的 内含报酬率的概念吗 一样 那么租赁内含利率 我说完了 然后我再说一下 这是出租人的 站在成租人的角度上 他会有一个叫增量借款利率 这是成租人的 比如说我成租人在类似经营环境下 为获得与使用钱资产价值相接近的资产 在类似期间以类似抵押条件介入资金 所必须支付的什么利率 这是两个不同的利率 那有人说我到底用哪一个 我们准则明确规定 你优先用租赁内含利率 不行 你才用成租人自己的增量借款利率 有人说啥就不行 大家想一想 站在我成租人的角度来说 我想知道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 我是不是一定要知道这资产的供应价值是多少 这好像我还有可能能知道 但是出使直接费用出租人花了多少钱 他会告诉你吗 不会 那么有人说这个租赁收款额 我付给他多少钱 他就收多少钱 这俩租赁付款额跟租赁收款额是不是完全一致 未必 为啥呀 您忘了一件事 你租赁付款额里边 您当时第五项内容考虑了你自己 你的母公司提供担保应该支付的款项 您千万别忘了 站在我出租人的角度 我可能还有独立的第三方 也就是担保公司给我提供的担保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租赁收款额等于租赁付款额 加第三方担保的余值应该支付的钱 如果我不告诉你这个 你租赁收款额是不是确定不了 而未担保余值是我心里想的 你成租人也不知道 所以如果我出租人不愿意告诉你租赁内含利率 你当然只能你勉强用一个成租人自己的增量借款利率来算 就这个道理 租赁内含利率这个概念必须给我清楚 流出 因为都是在现在不用折线 就是资产的供应价值加储持这些费用 等于流入的限值 租赁收款额折线 加成未担保余值折线 之和等于流出 其实就是一个保本的利率 别给我错了 一定要汇这个内容 好 我先说的这 那么下边看标题三 概念都介绍完了 剩下的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会计分路吗 那么下边看考一租赁负债的出事计量 先看基本原则 租赁负债是按照租赁期开始日 可供乘租人使用的日期上未支付的 那有人说为啥强调上未支付 我已经支付的还能叫负债吗 不能了 上未支付的租赁负款额 马上想到五项内容 不怕麻烦再说一遍 固定付款额及实质固定付款额 取决于指数和比率的可变租赁负款额 购买选择权将要支付的价款 终止租赁选择权将要支付的价款 当然三和四这两个选择权 一定前提条件你合理预计将行使 否则不会有这两项 第五项你将补的担保余值的价差 这五项内容我一定给它进行折线 看见了吗 如果你不折线 那是简易处理办法 是我们短期租赁低价值资产租赁 剩下的都要折线进行初始计量 我们将来识别应该纳入租赁负债的相关付款项目 其实是计量租赁负债的关键 这五项内容你只要有任何一项判断错了 你租赁负债就错了 租赁负债错了 使用权资产就错了 使用权资产错了 后边全错 这是基本原则 那么第二个 我们确定租赁付款额的具体原则 第一个 如果存在租赁激励的 还记得啥叫租赁激励吗 出租人给成租人的好处 那么将来你成租人在确定租赁付款额是应该扣除租赁激励的相关金额 啥意思 你成租人每年都应该给我出租为十万块钱租机 如果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 每年这十万是不是记住租赁付款额 但是我出租人心疼你啊 我不希望你这么辛苦 我就说我每年呀给你一万 你去交水电费 站在你成租人角度 你表面拿出去的是十万 但是我又给了你一万 你真正拿出去的是几万 九万 你应该用扣除租赁激励之后的余额来计算你的租赁付款额 好理解吧 没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不怕麻烦 我再说一遍 可变租赁付款额里边分为两部分 取决于指数和比率的这部分是纳入租赁付债的计量的 而其他的我们不纳入租赁付债的初始计量 也就说不会用的租赁付债是实际发生时计当机随意 别错了 这个原则一定不能错 那么该说的说完了 我再跟你说一下没有纳入租赁付债计量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就是反着说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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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决于指数和比例的在实际发生时我们直接计当机随意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成族人假公司欲出租赁付出租赁付债计量的为期七年的商户租赁合同 啥都没说 这七年是不可撤销的 我就非常好判断的说这个租赁期是几年 七年 如果你要有续租选选择权什么终止租赁选选择权你是不还要额外判断一下 对 现在没有特殊的就是七年 每年租赁付款额为四十五万 也就是五项内容之合每一年都是四十五万 在每年年末支付 这个租赁付款额有可能是年末支付 有可能是年初支付 这个您一定要清楚 将来大家听好了 我们如果把现在看成第零年一代表第一年年末 二代表第二年年末 伊斯利推七代表第七年年末 那我既然是每年年末支付 是不是第一年年末 第二年年末 第三年年末 一直到第七年年末 我都应该把它写在这 每一年的现金流出自动构成了你租赁付款额的一部分 没问题吧 假公司无法确定租赁内涵利率来了 租赁内涵利率是出足人的 他告诉你你用 他不告诉你 你只能用你自己的增量借款率作为折限率 那现在爱就等于5.04% 除固定付款额以外 合同还规定租赁期间 假公司商户当年销售额超过100万的按当年应债支付 销售额的2%计算的租金于当年年末支付 这个销售额站在租赁期开始日也就是第零点的时候 你能知道它是多少 不能 每年的收入不固定 成完2%的金额不固定 这一部分租金叫可变租赁付款额 这个可变租赁付款额 你一定要区分是取决于指数和比率的还是其他的 我们现在是按照对方销售额的2% 跟什么物价指数 消费价格指数 租金费率指数 这些有关系 没关系 它就属于其他的 那么这个其他能不能在我每年的现金流出里边反应 不能 等实际发生时 我们既当其损益 比如说我前两年都没有到这个数 在租赁的第三年 我该商铺的销售额是150万 你要的标准不是100万吗 我已经超过了 那我就拿150万乘以2% 算出3万 这是可变租赁付款额吗 是 但是它不是取决于指数和比率的租赁付款额 我只是在实际发生时 比如说借销售费用带银行充款 我们只能这给了个营业成本 本身就不合适 营业成本是什么 报表项目 如果我即使认为它应该用成本 应该用主营业务成本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取决于指数和比率之外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啥时实际发生 啥时即当其随意 你看这用的不就是随意类科目吗 那有人说剩下的你每年这45呢 很简单 我只要把这45啊 不是有7个45吗 我给它折线 求出限值 因为它是一个普通年金啊 现在利率不是5.04%吗 一共7年 求出的限值 其实就是足领负账 所以大家现在要慢慢熟悉这个过程 折线之后 每年现金流出量 折线之后的金额 就是租赁付账 那么 如果成族人提供了对余制的担保 这个成族人可以指成族人自己 可以指与成族人有关的一方 比如说成族人的母公司提供的担保 那么租赁付款额是不是包括所有的担保余制 不是 我包括的是你在该担保下预计应支付的什么款项 而不是成族人担保余制下最大的风险敞口 这是啥意思 是正的意思 比如说我给你补充一个例题 成族人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 租赁期五年 说的非常清楚 你也不用判断什么不可撤销 他就是五年的租赁期 他说如果标的汽车在租赁期结束时的公允价值低于四万 假公司需要向乙公司支付四万元与汽车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 因此假公司在该担保余制下的最大厂口是四万 啥意思 就是如果根据合同你给我考虑一下最糟糕最糟糕的情况 你会赔多少钱 顶多我把这汽车全都给他报废了 价值零 我最大最大的风险厂口价值四万 但是是不是我把这四万就作为第五年现金流出的一部分 不是最大的风险厂口是根据协议判定的 我得结合我自己的情况 我认为我要赔偿多少 比如说假经在租赁期开始 假公司预计标的汽车在租赁结束时的公允价值是四万 你要的不就是保四万吗 我现在认为就是四万 我可能一分钱不用赔 所以将来我记入租赁付款额的金额并不是最大风险厂口四万 而是零 能举个别的例子吗 可以 假如说我跟你说了第一四万我给你补差 我最多最多最损最损 我应该补的差是四万 这叫最大风险厂口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就得看我认为 假如说我认为四万我应该没把握 我觉得这个结束时公允价值两万五有把握 如果你认为价值两万五有把握 你将来补差是不是要补一万五呀 将来我们在这现金流出这个位置上 这就会体现一个一万五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加在租赁付款额里边的金额并不是最大风险厂口 而是你认为应该支付的金额是多少 这是我们所说的口三 那么标题三是折限率 这个折限率 我还是在强调依次确定 我现在是什么 成族人 将来我要计算租赁付款额的限值时 我优先采用租赁内含利率作为折限率 慢点 租赁内含利率是谁的 出族人的 他愿意告诉我 我最好用租赁内含利率 如果我不能确定租赁内含利率 对不起 我自己成族人不还有一个增量借款利率可以用吗 所以他不是随便用的 是优先用出族人的租赁内含利率 不行 我才用我成族人自己的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限率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我们直接看历十四港七 慢慢的分路会越来越多 成族人假公司与出族人乙公司签定了一份汽车租赁合同 租赁期五年 没有什么续租选择权 终止租赁选择权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那么在这我们实际上就是一个五年 他说在租赁开始日 然后该车辆的公允价值为十万 是不是这是资产的公允价值应该是十万元 对不对 这是我的流出呀 我如果再加上你出租人的出旨直接费用 我所有的流出我是不是就应该是搞定了 对 那么然后他告诉你 出租人不是你公司吗 那么以公司发生的出使直接费用是五千 这五千也是在我们租赁期开始日就发生的 这个十万加五千用折限不用 他代表流出 等于流入的限制呀 流入是你买一年你将要什么收到的金额 对于出租人来说是收到的金额 对于成租人来说是支付的金额 对吧 咱往下搁 他说以公司 貌似这道题整体都在说什么 出租人 出租人是有租赁内含利率的 以公司预计在租赁结束时 其公允价值将为一万 他说明说这一万是谁为我担保的 没有 这一万就是我们所说的未担保余值是在第五年年末 然后租赁付款额每年两万三于年末支付 你假公司的租赁付款额不就是我乙公司的租赁收款额 只差一个第三方担保的余值 现在根本没有说担保这件事 那是不是此时租赁付款额就是我的租赁收款额 对 每年有一个什么 两万三 一直到最后一年 那我是不是可以列出一个式子 求租赁内含利率 对呀 流出等于流入的限值吗 流出是十万 资产的供应价值 加上除纸直接费用五千 流入每年有一个两万三 这不是普通年金吗 那就是两万三乘以P-AR57 加上最后的未担保余值一万 一万要折到现在是不是用复利限值 对 一万乘以复利限值系数P-FR5 最后算出一个R等于几 百分之五点七九 这就叫租赁内含利率 您概念一定要清楚 租赁内含利率一定是谁特有的 出租人特有的 别错了 这道题都是在讲出租人 好 那么这是我们所说的括号一 括号 使用全资产的出使计量 您不是说了吗 您花钱买了一种权利 您的义务是租赁负债 您的权利就是使用全资产 所以先看它的含义 使用全资产是指成租人 可在租赁期内使用租赁资产的什么权利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将来你在出使计量的时候 一定是在租赁期开始日 也就是可供成租人使用那一天 你就应该按照成本来了吧 存货你说成本 固定资产你说成本 无形资产你说成本 投资影方天人你还说成本 长期股权投资你还说成本 到现在使用全资产你还说成本 进行初始计量 只不过这个成本包括下列思想 您听好了 使用全资产不是一种权利吗 你付出哪些代价 我再说一遍 你付出了哪些代价 这些代价之和 就是你权利的金额 所以你只要把代价的金额 给我确定出来 你省权资产也就确定好了 实际所谓的成本 包括四项内容 就是你哪四项代价 先看第一个 租资负债的初始计量原则 配成的上租资负债的 是不是主要来源于 我们所说的租资产额呀 没有折现的每年的现金流 叫租资产额 你把每年的现金流出量 给它折现 算出来的最后的金额 就叫租资负债 说清楚了吗 所以租资负债 一共是五个部分 每个部分的流出量 给它折现成为的现值 就叫租资负债 配成的上租资负债的 一定是上位支付 已支付的还能是负债 不能 所以我是拿这些负债 是以后每年支付的负债 换了一种权利 所以你权利当中 自然有我一部分 这是第一个 第二 还有一部分是已支付 我就在当天花了钱 我也是花钱买了一种权利 你不能说我使用权资产里边 没有这块金额吧 在租赁期开始日货 之前支付的租赁付款额 记住 租赁负债只能是未支付的 租赁付款额折现的金额 而已经支付的租赁付款额 不会形成租赁付债 那么存在租赁激利的应该扣除以享受的租赁激利的相关金额 这是第二部分 没问题吧 那么第三部分 成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 这个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 你首先是不是花钱了 带银行存款呀 对 那么你借方直接把花的这个钱 也是记住了使用权资产 是不是我可以换一个词 说明初始直接费用在这已经什么化了 资本化了 你使用权资产是资产的一个课目 是不是等于资本化 对 第四个 成租人为拆卸及移除租赁资产 复原租赁资产所在场地 或将租赁资产恢复至租赁条款约定状态 预计将发生的成本 这一部分成本是现在发生的吗 我租你个柜台 可能五年之后租金到期时 我会给你恢复原貌 那个钱是五年之后才会花的 我现在就要确定使用权资产 你说怎么着 着限呀 所以这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什么 限制 好 使用权资产的成本 就是我付出这四部分代价换来了一种权利 代价之和 就是我使用权资产的金额 准确的说是代价的限制之和 就是我使用权资产的金额 租赁负债的初始计量金额 以支付的租赁付款额 还有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 还有拆除这些费用 把这四项给它折现 算出的限制之和 就是你使用权资产的金额 在这我提示一下 如果这些拆除等等 包括其他费用跟生产存货有关 那可能要用到第一号准则存货的概念 就该用哪个用哪个 另外成租人发生的租赁资产的改良支出 记住了不属于使用权资产 我们要记住长期代贪费用 就是我租了你的房 我对这个房大装修了 那装修的钱不属于使用权资产 因为这个是你自己花钱 自己获得的权益 要记住长期代贪费用 使用权资产一定是你从出租人那换来的权利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思想内容 不用背吧 不用背 那么具体的账户处理 我在这给大家说一下 只要我能知道您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我把这些代价给的求和 准确的说我是把这些代价每一年的代价折现的限制求和 就会形成使用权资产 所以这些使用权资产资产增加 你有没有发现代方就是这四方面的代价 我一个个说 先说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我们所说的租赁负债 租赁负债就是你把还没有支付的租赁负款额 我再说一遍 你把还没有支付的租赁负款额给的折现的金额 就构成了租赁负债 一方面形成租赁负债 比如说你折现的金额800万 那么一方面形成租赁负债 另一方面就形成了使用权资产 但是这个租赁负债呀 有人要问我是哪个金额 我一定会告诉你限制 那可能有人说那写分录怎么写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一说你就明白 比如说 我租赁期就是三年 然后我每年的租金是十万 听好了 我并不是直接把这三个十万 你也可以理解为把这三个十万给他折现 折完现假如说到二十五 假如说到二十五 您不是租赁负债号称是以限制来计量的吗 那我是不是直接带租赁负债二十五 不行 但是我现在断言一件事 我使用权资产这肯定是二十五 但是租赁负债 他要分为两个明细 哪两个 首先你负债增加就会带租赁负债 租赁付款额 这个租赁付款额这个明细 他核算的是上位支付的租赁付款额 而且是没折现的金额 啥叫没折现的金额 您这不是每年支付一个十万吗 三个十万 那就是十乘以三等于三十 有人说不对 你不是说租赁负债是以限制来计量吗 那你这给我写三十 那就不是限制 你别着急呀 三十跟限制之间是不是差五呀 对 我就会把这个五 给他倒计一下 这个五到底出来在解放 我们把它叫做也叫做租赁负债 只不过这时它是第二个明细科目 也就是未确认什么融资费用 将来我问你租赁负债 它可不单单指的是租赁付款额 它还包括横杠未确认融资费用的金额 将来一个在贷方三十 一个在借方是五万 是不是差额是二十五呀 对呀 你算出的限制是不是二十五 是啊 所以我说租赁负债以限制来计量 有啥错 没错 而且在这儿 它跟我们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那张的内容是一样的 我认为这二十五 我将来会把它理解为未付的本金 将来理解为未付的本金又来了 理解为未付的本金就跟分期付款 购买固定资产一样 以后我可是要算利器的 而这三十可以把它理解为未付的什么 本利和 而那五万呢 蒙的蒙的出来 那五万我把它理解为是未付的什么 利息 这儿一定要分得清楚 所以他说租赁负债材限制计量 没毛病 是这俩科目综合的结果就是二十五 正好等于限制 也正好等于使用权资产 在没有其他情况下 把省权资产这二十五 限制理解为未付的本金 横杠未卷融资费用 理解为未付的利息 横杠租赁付款额 没有折现的三个十万 理解为未付的本息盒 我们将来买支付一笔十万的时候 我会认为既支付了什么 本金也支付了什么利息 将来我一定算一下 你支付了多少利息 一到几不就知道 你每次支付了多少本金吗 我用总的未付的本金 减去你已支付的本金 不就还剩下 还没有支付的本金 那是算下一年利息费用的技术 是不是跟分期付款 购买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一样 对 这是我们所说的租赁负债 这是第一项你付出的代价 第二项 如果你之前已经预付了租赁付款额 你预付的是带银行存款 借预付账款 这不也是你付出的代价吗 将来你形成租赁 我们还要把它的预付账款反向阶段 比如说预付账款 假如说 假如说是三万 如果你享受了租赁激励 比如说再减去一万是两万 这两万我将来在使用权资产这再加个两万 就是这意思 一方面是代价 一方面使用权资产增加 你付出代价多少 使用权资产就增加多少 另外你带方银行存款的出使直接费用 比如说花了一万 你使用权资产这也会自动加成一万 还有 您不是预计将发生的为拆除及移除租赁资产 复原租赁资产所在场地 或者租赁资产恢复至租赁条款约定的状态等成本 这类似于我们第三章固定资产里边讲的弃制费用 但它又不叫弃制费用 是N多年之后将会发生的 我会把N多年之后发生的这笔金额给它折现 折到现在 记住是限值 代预计负债 比如说预计负债八万 我这边省钱资产再加上八万 你发现了吗 其实在这里边最难搞定的是租赁负债 你只要把租赁负债搞定了 如果还有已支付的租赁付款额 还有发生的不是发生的 除此之间费用 还有拆除费用 你就代方再写科目 再在使用权资产里边挨个给我加 最后你加完了的使用权资产是多少 就是多少 这就是基本的账务处理 因为这一讲讲的已经时间很长了 这一讲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